《少女漫画》 为什么喜欢少女漫画 因为还是少女啊 是吗 女人无论到了多大年纪 只要还有少女心 就永远是青春期 说得好 不愧是我们少女漫的大胆 一句话就说到了重点 二十年的漫龄可不是盖的 二十年 也就是说 人生三分之二都画在少女漫上了 接下来 就是赶紧生个童号了 来来来 拍照素材够不够 这边全是画风美行 赶快培养起来 咱们也好扩累一下漫友群 你喜欢八头身还是Q版 那个 其实我是想问 少女漫的主题应该只有爱情吧 为什么可以吸引你们到这种地步啊 这个嘛 因为人生需要梦想啊 即使在先生里没有遇到 但至少在另一个空间 这样的爱情存在着 不也是很好吗 不过啊 你这话可千万别被K将听到 对对对 那家伙听到肯定会当场爆炸 他可是把少女漫当成人生指南的 K将 就是和你们一起的同人画手 他有名吗 何止有名 论产良的速度和质量 他在同人圈都是独一份 是名副其实的太太 太太 太太 就是比大大厉害了一点 说到少女漫 没有那家伙不知道的 她就是太低调了 但凡在公开场合露个面啊 早就出圈了 明明一双脸就能办成的事 偏偏要去靠实力 真是自讨骨齿 那那位太太今天来了吗 她不是已经在你身后了吗 您的甜品已经准备好了 请问什么时候用餐 K将 台词说得很溜哦 K将 太太 你找我 怎么能直呼你呢 人家可是客人 主人 请问有何吩咐 这是她的工作了 在这里消费期间 她就是我们的管家 你只管吩咐她就好了 真的 我先来 管家大人 你喜欢山还是喜欢海 海 喜欢猫还是喜欢狗 狗 喜欢爸爸还是妈妈 妈妈 妈妈 日常挑戏成功 这种当都会上 果然是我们K将 不行了 你们 我矿工不干了 正式介绍一下 K将我们同人社的主化手 关于少女慢有什么不懂的 都可以问她哦 K将 你真的是男孩子吗 不然呢 我们K将这么可爱 当然是男孩子喽 那你为什么会画少女慢 什么意思啊 男孩子就不能喜欢少女慢了吗 我告诉你是没其事啊 不是 我不是那个意思 说实话 其实我也在画少女慢 但我有一点不懂的是 少女慢画最吸引人的地方 是什么地方 你既然不明白 为什么还要勉强自己喜欢啊 K将 你说话太直接了 因为我必须要画慢画 哦 为了钱 为了谋生是吧 那你还真是选择了一份糟糕的职业 K将 过分了哦 本来就是啊 赚钱的方式千千万 为什么非要跟少女慢画过不去啊 人家就不能是真的喜欢吗 喜欢就不会问人理由了 这又不是可以感动身受的事情 你听好了 我从小学开始就很喜欢少女慢了 不管家里多么反对 甚至离家出走 我也没有放弃过成为一个漫画家 但是你也看到了 即使我这么努力 我还摸不到这个职业的边 可你已经在这个行业里了 你为什么不能放开手去画自己想画的东西呢 我 你有被少女漫画感动过吗 如果没有我劝你还是放弃吧 因为一个没有少女性的作者 对读者来说就是一个灾难 没有天赋就别勉强了 K将 K将 你说得对 对不起啊 打扰了 我 我是不是有点说得太过了 你还知道啊 你最好祈祷那个女孩够坚强 如果她因此退圈 你就罪过了 我一提醒漫画就上头 那个 你们有没有这个女孩联系方式啊 如果她应该把这些人看起来 我没有帮助 这叫你 也你们想先把这个礼物 好 给你 好